大家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看到这幅画有什么感想 不是这个女生 这女人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幅画就是一些线条组成的 据说还是用直接贴纸贴上去 所以它不是画 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作品 It's a piece of artwork 它其实被挂颠倒了 我相信现在还是颠倒的 因为他们说他们不敢把他挂回正的 所以他现在应该还是颠倒的 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 被挂反的画 这样子 好 来 那就说艺术作品挂颠倒 77年没人发现 我们今天顺便讲一下衣服穿反的怎么讲 这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我这小时候有个记忆 就是我把我学校的运动服穿反了 我就一路走快走到学校 就在校门口有个同学 不是我的同学 就是一个同校的同学 对我来说是陌生人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基本上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 他就走到我面前来指着我说 你衣服穿反了 然后我就哈哈 我就一看后续真的穿反了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应该去厕所把他换过来吧 那你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可能当时还蛮丢脸的 当记到现在 不是记仇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记着就是 所以衣服穿反了 你有没有发生过 I don't know 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吧 怎么会讲到这个 就因为放点倒跟把衣服穿反 其实在英文中是同样一个逻辑的东西 这样子 都是有一个东西应该是怎样而变的 不是那样 我们直接就看好了 因为我都写在这里了 靠北 所以这个painting被挂反了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片语的结构 我念给你听 一个叫upside down 一个叫inside out 还有一个叫right side up 你看到它都有一些方向的 像有down跟up或什么的 还有像这边out是出去 可是这边inside有in 然后upside有上面 right side是对的边 先不扯这些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就是 这边这个片语的后面那个字 down out跟up 都是在讲它现在的状态 所以upside down down就往下 所以upside down就是 你对的那一边反而是朝下了 所以这幅画我刚刚说它被挂反 它的upside就是上面的正面的 其实变成下面或反面 所以the painting has been hung upside down for 77 years 是它的一个expression 所以这个painting是upside down 正面变得反面 上面变得下面 所以inside out 就是里面变得外面 你的里面是inside 它现在的状态是out so if you wear your shirt inside out 意思就是你的衣服穿反了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关掉影片我也不怪你了 你把看该学的好像已经学完了 ok inside out you wear your shirt inside out maybe on purpose I don't know 这样子 所以叫做内 不是内意外传差点讲脱口而出 我已经脱口而出了 总之把里面穿成外面 那还有一个 这个是在别的报道上看到的 right side up 就是把他的对的那一边 又把它变成是朝上 所以他说如果你要把这个painting 现在改成right side up 就对的那一侧 变得up的时候 他说来不及了 他们说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了 好 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先看这边说的这个 upside down的这个部分 看能不能换成另外一个 oh good yes ok 所以upside 先看一下这片语 不行 不行我还是得换回这个页面才行 好 所以这个art work turned upside down 酷 然后呢 对不起应该讲说 是这个我刚刚读错 这边是这个艺术圈 整个被搞到大家快疯掉了 所以art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s famous painting displayed incorrectly for 77 years 所以大家是这个艺术的世界 看到这个东西整个都翻过来的这样子 所以他把upside down 再用在这里又用了一次就是 好 那 来我们再确认一下 upside down cool ok 所以这里说 a famous painting by Dutch artist a famous painting by Dutch artist 他叫做Pierre Mondrian 不太确定怎么念 has been making waves in the art world art world 所以这个painting 他是好像是一个荷兰籍的艺术家做的 那他emerged the painting has been hung upside down for the past 77 years 我刚读过 所以他总是挂错边了 过去的77年 超屌的 好 然后他这个painting是在19 我一直讲painting 其实不应该 对不起 他有没有写painting 有 他这里写是famouspainting 不过 说真的 他是用贴纸贴的 因为你现在看到 他有点浮出来 他真的是贴纸贴的 不过他们还是把它归了为painting 就是fine 所以他是1941年做出来的 然后他到处都有去放 去斩 然后都没有人注意到 It had been hung incorrectly 他被就是挂错了 他被就是挂错了 我们还要讲一个字就是hane这个字 那hane这个字的 呃他的过去式跟过去分尺 其实是hane加ed 你看这边 然后或者是hung 所以其实两个都有 我这边稍微打一下 所以hane可以 过去式跟过去分尺 一般理解的是hane 还有hane加ed的这样子hang加ed 这个高中会考 不过我讲的高中会考也 即使我还有在接触高中英文的时候 已经很多年前了 那现在说不定不会考 因为这本身是很无聊的其实 所以你看到这个报道里面用的时候 都是hung right the painting had been hung incorrectly 那我们先把hane跟hane讲完好了 所以hane是比较正确的用法 我这边稍微读一下这个 找到的这个资料给你看 so the past tense of hang in almost all situations is hung 所以hane的过去式 在基本上几乎所有的situation中 他的过去式都是hung hung so you hung a picture on the wall 你挂一个画在枪上 or you hung out at the mall 所以我们讲hang out这个片语 就是跟谁一起打混或之类的 或在什么地方打混者这样子 所以你在shopping mall里面晃来晃去没事干 you are hanging out at the mall 所以hang out这个词ok 那过去式就变了hung out 那为什么不加ed呢 所以下一个说了 only use hanged 就是加ed的时候 when referring to someone being sentenced to death via hanging 所以只有在脚型的时候 我觉得你知道掉脖子这样子 脚型的时候我们才用h-a-n-g-e-d so the prisoner has been hanged 所以这个劳犯已经被上脚型撕掉了 你这时候才会用h-a-n-g-e-d 你不会用hung这样子 ok 所以有的人听到他用错的话 是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 当然我们学英文的人 可能不见得有这样的敏感度 所以这边用挂这个字 全部都是用h-a-n-g 都是对的这样子 ok 那这个design呢 是用黄色 红色跟蓝色的一些一条一条 所以 the design is made up of yellow, red and blue stripes 我差点讲的strips 所以看一下 strips这个字是脱掉啦 或之类的 那他这边是stripe S-T-I-P-E P-E结尾 stripe 所以条条的东西这样 像我们讲说条纹状的衣服 我们也讲说 这横的条纹状 我们叫horizontal stripe 直的叫vertical stripe 那好像其中一种会显胖 其中一种会显瘦 我忘记是哪一个 那这个监狱的老饭 好像都是横条的是不是 这我也忘记 so anyway,来 so they cros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intersect white spaces in the background 所以他描述一下这 painting 的确就是这样 你刚刚看过的 but noticeably the lines are much thicker at the bottom or top depending on how you hang it 所以这些线条呢 他要在底下或在上面会特别的粗 如果说就还要看你怎么挂 所以总之他这个curator curator有时候被翻译成是这个博物馆馆长 那事实上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去策展的人 这样子 所以注意到这个air了 但是他说 他说 It's been upside down for so long that it's too late to turn it around 所以他已经挂反挂太久了 太迟了不能挂回来 为什么 其实我也觉得蛮有趣 对不对 好所以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行 接下来他有讲的adhesive 这个是yes ok so that's not possible for various reasons above all最重要的就是 due to the conservation reasons 所以是因为保存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如果挂回正的会不好保存 so because there are adhesive strips and these adhesive strips have been hang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 77 years 我觉得他这好像打错了其实 或者没有打错 其实 我会再补充一下一下好了 其实 因为他这里讲的adhesive strips 你想说Paul你刚刚不是讲的才叫stripe 为什么这里他讲adhesive strip 变成了stripe 而且什么是adhesive adhesive是黏着的 黏着际叫胶水之类的 我们叫adhesive 它其实来自adhere这个字 我们讲过这个片里adhere to 就是遵守什么东西 所以遵守东西跟黏住什么东西 概念蛮像的 所以adhesive是胶水的意思 那为什么这里的adhesive strip 可以用stripe 而不是用stripe呢 好我们把这里再补充一下下 等于算我刚刚其实并没有把它讲的完整 stripe这个字其实的确 我刚刚说他是脱衣服之类的意思 没有错 可是他也可以是小条小条的东西 像例如说你吃那个叫什么 鸡柳柳柳之类的柳条状的东西 你叫它stripe好像也是对的这样子 那你刚刚不是讲stripe是条纹吗 那他不就变一样的东西吗 不能说exactly一样 因为stripe这个字真的是条纹 它是花样的一种 而stripe一般讲的可能是实体的东西 所以条状实体的东西 你叫它stripe是可以的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分别 所以这个补充OK 所以它的的确是一条 它的花样是条纹状 所以你说它是stripe可以 一条一条的那个东西 你就把它称为stripe是对的这样子 好所以这边说的时候 this means that the material's ability to remember works against it 所以这个material 也就是它的一条一条的这个材料 它有办法去记住它挂的那个方向 所以挂错的方向可能就会脱落掉 惯性吧大概是 so the material's ability to remember 这是一个算是这个片 它的主词是这样 so the material's ability to remember the way it's hung probably 所以它反而是works against it 所以它的这个ability 会跟它是抵触的works against it if we were to turn it over 要是我们把它转过来的话 it could be that the adhesive strips would come loose 所以这可能呢 这个adhesive的一条一条这个东西 就会come loose lose loose又松垮掉 and then we would no longer have a beautiful picture 那它就不漂亮 它就松掉了 这样子 所以已经挂一边了 它就已经黏着在那边了 反正可能有点重量吧 挂反过来的话 可能就会脱落掉下来 所以不可以 好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记得我们在 line群组里面的讨论 大家把这个新闻拿出来 我看了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总之我们就做了 好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